位于台中坛子的台中加工出口区 是台湾光学产业发源地 整个园区占地面积26.12公顷 等于6.5个棒球场大小 园区内有42家厂商 年营业额超过508亿元 创造就业达近万人 但这个园区设立已经有50年了 有许多老旧厂房 光是40年以上的厂房就占了六成 需要更新活化 虽然建物多已老旧 但园区的土地使用已饱和 要怎么改造呢 为了更新活化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加工出口区管理处 黄文谷处长 看他怎么帮园区更新 找到周转空间 超级全能园区改造王 Go 台中加工出口区已经成立了50年 随着时间产业慢慢在外 在这种状况之下 老旧的厂房就逐步需要更新 初期的时候我们是让厂商自主性的更新 第二阶段我们是由政府的力量 用鼓励的方式让这些改造有一个动能 到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发现 更需要有更大的能量把它更新活化 所以这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叫做 先建后班再拆 这种所谓的都市型的产业园区的 立体化的一个更新方式 让整个园区能够进一步来活化 台中加工出口区基本上它的范围不大 那目前来讲大概盖的密密麻麻 所以我们第一优先是从工部门的空间开始改造 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女子宿舍 这女子宿舍是厂商的员工所需要的空间 那我们分阶段把它拆开 第一阶段先拆前半段的这个女子宿舍 拆完之后呢 把后面现住的同仁搬过来 然后再把后半段的女子宿舍再把它拆掉 拆完之后后面的空间就全部都垫空了 那个空间就可以变成厂商来进驻 来盖它的厂房来使用 我想对于厂商来讲 最大的注意就是有空间 那有空间就可以参与投资 增加就业机会 增加我们的产值 增加我们的投资 那进入创造更好的经济繁荣 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超级全能园区改造计划 我们台中加工出口区 可以提供更优质的产业空间 那配合我们既有的单一窗口的服务 以及租税投资的优惠 我想我们很欢迎 所有愿意回到台湾的外商台商 一起来为我们台中加工出口区的 下一个50年来创造更美好的远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